甩開偶包狂比臉頰愛心 K董張國偉笑得何不龍嘴 因为新宇航空挂牌上市这一天 他终于等到了 就像外面的风雨一样 今天的这个写照 就代表我们一路的进程 虽然沿路风雨交加 我们还是屹立不了 然后面不改色的 非常不要脸的就走进来了 张国偉经局一标 股价马上跟着飞 不仅开盘15分钟内 冲出十万张交易天亮 挂牌价二十元 盘中飙上三十二元 一路红到尾盘 涨幅达百分之五十三点七 至于其他三档航空股 二十五号表现平平 华航早盘一度涨于百分之一 之后与长荣航同在平盘游走 台湾虎航创新版 涨幅也只有百分之一多 而十月五号台湾虎航接棒 贵买转上市 航空四雄泰势正式敌定 我一直认为我是小白兔 不是熊 因为我一路打 走来都是我们都是躲在墙表 墙边被人家弄来弄来弄来的 回顾航空业今年营收 长荣航 华航 新宇和虎航 都搅出最强九月 第三季和前三季营收的佳机 第四季进入货运旺季 加上客运蓄热 专家看好航空四雄 全年营收与获利再创新高 在AI的需求上面 整体的货运还会维持一个高档 所以我想在诸多的一个 利多的一个激励之下 航运业来说的话 以明年的一个获利的水准 仍旧维持一个高的水位 而为了抢转机客 传出新宇航空要找最大靠山 规划加入全球三大航空联盟之一的 环宇一家 但张国伟强调加入联盟 是策略之一 但不是唯一 可以动想用自由的经营之道 带领新宇飞向新航程 在立球城市永远家见 台北报道